好,我們現在要教的是化學反應方程式 未來各位在學習的過程中或者是考試裡 你看到的都是所謂的化學反應方程式 就是我要用一些方法來表達一個化學反應 我就是用我們的化學式 還有一些簡單的符號連結在一起 寫成一個類似數學的方程式 這個我們稱為化學反應方程式 用簡稱反應式或方程式 像這裡寫的一樣什麼3H2加N2 箭頭上下寫一寫變成2NH3 這就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利用化學式H2N2加上一些數字 比如說3,比如說2 還有一些簡單的符號,比如說箭頭 然後把它組成起來的這叫做化學反應方程式 這個箭頭表示反應的方向 好,這樣就表示左邊的是氫跟氮 所以左邊的氫跟氮 然後化合結合產生右邊的氨 那如果反過來,箭頭倒過來 就變成氨會變成分解成氫跟氮 所以箭頭是代表反應的方向 反應的方向,從A變成B 或者從B變成A的方向 反應的方向 然後呢,我這裡寫左邊跟右邊 事實上是所謂的箭頭的頭這邊跟尾巴這邊 這個左邊是尾巴的 那個棍子的這一邊呢 叫做反應物 然後呢,右邊尖尖的這一邊呢 叫做深層物 所以這個下面寫叫做氫跟氮 叫做反應物 然後深層的物叫做氨 深層的物叫做氨 如果反應物或深層物不只一個 就用加號把它連在一起 所以我寫的是382加N2 不只一個用加號連在一塊 就是反應物跟深層物 如果到箭頭反過來就變成氨 叫做反應物 氫跟氮叫做深層物 OK 然後上面有個數字 這數字重點 這個數字叫均衡 這個數字叫做均衡係數 叫做均衡係數 然後呢,它代表的是它有幾個 也就代表它有幾末 這個我們後面再說 如果依舊省略 比如說我們3H2加N2 是有一個N2 那依舊省略不寫 因為科學家也是很懶惰的 能不寫就不要寫 能不寫就不要寫 所以呢 3H2加一個N2 那依舊省略 然後產生兩個NH3 這個叫做均衡係數 這是我們未來的重點 它代表個數 也就是莫爾數 也就是莫爾數 我後面會再跟你說 跟你說 代表個數或莫爾數 個數或莫爾數 如果是同溫同壓下的氣體 還可以代表體積 這是我們前面教過的 亞伯家訣講說 同溫同壓下同體積的氣體 有相同的分子數 所以體積比就是分子數比就是莫爾數比 所以它可以代表同氣體的體積 所以均衡性數代表個數或是莫爾數 OK 好注意 那麼我們這個箭頭代表反應的方向 我們上下會注擊一些事情 比如說如果要有催化劑會寫在上面 所以這個意思告訴我 氫加上氮產生氨的時候 我用鐵當做催化劑 這個後面會加哈佛法治安 用鐵粉當催化劑 那麼我下面需要200度C 我需要400大氣壓 波敏反應的條件 有的時候會有個三角形箭頭 三角形代表火焰表示要加熱 表示要加熱 OK 這就是上下注明反應的條件跟方法 OK 或者會使用電解或什麼之類的 OK 好 然後呢有的時候 國中很少有出現這個 偶爾 偶爾會出現在旁邊注明它的一些狀況 有個箭頭朝上表示生成氣體 有個箭頭朝下表示產生沉澱 寫個G表示它是氣態 寫個L表示它是液態 寫個S表示它是固態 寫個AQ阿瓜 寫個AQ阿瓜 寫個水溶液 水溶液 這是註明它的狀態的情況 不過這個在國中很少出現 很少出現 偶爾才會出現 OK 請注意 一 均衡係數代表的是個數 代表的是末爾數 但不代表質量 末爾不是質量 末爾是幾個 幾個不是質量 你如果要把末爾換成要怎麼辦 要成員質量或分質量 如果你要把末爾變成質量 要去呈原質量或者是分質量 OK 第一件事情 請注意 均衡係數代表的是末爾數代表的是個數 但不代表質量 不代表質量 要把它呈原質量或分質量才會變成質量 末爾要呈原質量分質量才會變質量 還有請注意 血化血反應方程是要根據事實 新加氧會變成水 事實 不可以隨便亂拆 新加氧會變成二氧化碳 不可以亂寫 不可以亂錯 不然要根據事實 那因為不可以隨便寫到多少都不行 要根據事實的結果來做 同時 化學反應方程是只告訴你 A加B會變成C根珠 但是沒有辦法告訴你反應是快還是慢 氫加氧會變成水 有的時候很快 點火砰 就燒氧就變成水了 你不點火 可以擺個好久好久也不太有水生成 但是都叫做氫加氧變成水 所以他只能夠告訴你 這個反應是這樣發生的 但是沒有辦法告訴你 他反應會有多快或者是多慢 多快 他不告訴我們反應速率 以上 就是跟各位介紹 我們如何寫化學反應方程式 重點 均衡系數 代表的是個數跟末數 這件事情我們後來會一直拿出來用 OK